大家好,今天接着跟大家聊中国70后,80后那一辈最喜欢的日漫。 80年代末,日本动漫已经在世界崛起,凭借出色的故事和人物设定开始席卷全球。 但是日本动漫进入中国却实行的是全免费战略,国内引进的日本动漫几乎都是不收取任何版权费用,也正是这样的策略,直接借着免费的名号毫无阻拦地打入国内市场。 从而三十多年过去了,日本动漫对于国人的影响依然深入人心。 本期盘点一下对国人,尤其是70后和80后影响最大、最具知名度的十大日本动漫的前五名。 不知道听过上期的朋友猜没猜出来前五名都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来揭晓答案。 第五名,聪明的依修,作者金田至县。 聪明的依修是一部以日本视听时代初期,特立独行的禅宗僧人依修的童年为主要故事的日本动画。 依修的人设太过于讨喜,因此很多观众都想要帮助和收养他,而且还有如此聪明的朋友,想必生活中就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们了。 第四名,足球小将,作者高桥杨一。 竞技类体育中,足球一向是最具吸引力的。 80年代的世界杯,更是当时80后放学后追看的一大爱好。 因此,日本动漫足球小将的横空出世,哪怕是不那么爱看世界杯的男生,也会被剧中主角之间在球场上的较量所吸引而欲罢不能。 两支实力相当的球队,有竞争也有互助,有反目成仇也有友情无价。 尤其是紧扣足球而展开的一系列死亡训练,更是让该动画片牢牢吸引一众喜爱足球的男生。 虽然,如今看来,当时的二维动画画面粗糙,镜头也不足为奇,但就是那种健在弦上的比赛所营造的紧张感与刺激感,深深地吸引了国内少年。 尤其是当时在中日韩冲刺世界杯的关口,该片展现了亚洲各个国家以及欧美足球强国之间的体育竞技精神。 不得不说,利益和故事都甩国内竞技体育电视剧《十八条街》。 第三名,圣斗士兴史。 作者,车田正美。 在那个年代,圣斗士兴史中的天马流星拳,正如《八三版社雕英雄传》中郭靖的《翔龙十八掌》一样火爆。 每个男生都渴望自己是兴史,能够守护智慧美丽的雅典娜。 尤其是兴史遇难时,那种希望他重新站起来的强烈愿望也一度成为一种不服输的信仰写照。 日本动漫不仅能够融合中国元素,同时在借鉴欧美及古希腊神话传说的基础上,改编的故事也是深入人心,构思巧妙。 故事引用古希腊神话中雅典娜的传说以及十二星座的寓意设定主要角色,同时穿插了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变迁。 除了经典的打斗升级和不服输的尽头,生斗是兴史的兄弟情,更是该动画片能够经久不衰的一大理由。 第二名《哆啦A梦》作者腾子F.伯尔雄 那时候很多看过此片的小朋友都幻想拥有一个机器猫这样的朋友,想要什么都可以通过胸前的口袋变出来。 然后男生都幻想拥有镜香那样的完美女生做女朋友。 科幻的外衣穿越的内核,又是学生时代的故事。 机器猫就是一部造梦机器,满足了所有不爱学习、胆小动弱孩子的一切幻想。 然而,更难能可归的是,该片对于未来科学发展的描述和探讨更是成为科普必看的漫画,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幼稚而幼稚。 第一名《七龙珠》作者鸟山明 《七龙珠》的精巧之处就在于主角的名字《孙悟空》,故事也是一路打怪升级。 其宏大的世界观和众多的人物都具有极强的代入感。 武打的设定和天下第一舞蹈大会更是读者最为期待的画面。 前期以《龟仙人》和《贺仙人》为首的两大派系之间的纷争,更是见证了孙悟空的不断成长。 后期出现的《神魔的世界》以及《孙悟空是塞尔人的走向》,虽然略显唐突,但是也正是因为作品太受欢迎。 出版社和读者才逼迫《鸟山明》不断加耕,创造出了后期的经典。 虽然《首种志虫》被誉为日本渡漫界的祖师,然而《七龙珠》却绝对是日本乃至影响中国人的最成功、最受好评的作品。 如果他说自己是第一,估计只有首种志虫的作品可以媲美一下。 因为每个年代都会有他们独特的兴趣爱好和喜欢的事物与三观,所以以上十大日本动漫的受众群体为《七龙后》和《八龙后》。 所以比如后来九十年代播出的日本动漫《灌篮高手》、《新世纪福音战士》、《火影忍者》、《犬夜叉》、《名侦探柯南》、《海贼王》等等。 也是经典,但是限于播出时间是九十年代往后,所以未能详细叙述。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不知道日本的七龙后、八龙后的朋友们觉得这个排名怎么样? 欢迎给我留言,下周见。